好,大家好,這是風遊的時間 這一集很沉重 因為我們在坐的機場快線 我自己這樣看,就是韓國的機場快線 不停站直通車,就由首爾回到機場 一個換程 很沉重的一集,就是在想 認真模樣去想,旅行是為了什麼呢 很多人都很喜歡去旅行 或者我相信自己都喜歡或想去旅行 旅行和放假是有沒有分別的呢 放假等不等於去旅行呢 旅行等不等於放假呢 工作關係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當我就算不在香港呢 我自己都需要收電話 或者check email 或者都在WhatsApp那裡跟進某些事情 那... 在旅行的途中 你去做這些工作上的事情 那你是不是放假呢 是吧 這個是其實很值得去反思的事情 那其實... 因為每年我都需要去幾次台灣 那... 那... 當你不停去一個地方的時候 那你是... 享受著呢 放著家 還是怎樣呢 我自己又... 參考不到當中的想法 額外一提 在這個螢光幕見到呢 就是這個... 香港航空的... 飛機餐 BB的... 那個Baby Milk 我自己不是幫他賣廣告的 但是我覺得... 挺欣賞這個... 嬰兒餐 你看到... 一個蘋果汁 然後再加一色三款 那些... 那些... 那些複食品 那... 其實基本上 不要玩了 那短短一個多小時的機器 當然是吃不完 那... 但是... 我覺得都... 相當之豐富的 那... 那... 去完旅行啦 那... 你會見到... 這張照片就是... 這一個... 手移回香港那程機器 我記得我是... 韓國的時間 晚上十點三十五分 那... 到香港呢 就是... 到香港的時間呢 就是... 凌晨的一點幾 啊 還要班機延遲 以後怎麼頂他 那... 所以到香港 差不多兩點了 好像... 那... 那... 已經是... 累到這樣的款 旁邊那個不認識的 就已經... 攤了... 已經要預約在這裡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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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去旅行 究竟是... 每個人的想法啦 和想法 是會怎樣呢 就是... 嗯... 我覺得... 因為自己的... 啊... 一些的... 經歷啦 或者情況啦 其實... 在我自己眼中 已經是... 沒有什麼去旅行的這個... 嗯... 嗯... 的... 一件事去做啊 啊... 因為其實... 就是這樣說 我自己都... 嗯... 一年都要去幾次台灣 那... 所以我覺得 反過來我希望 或者我覺得的 其實人 是需要放假 去不去旅行 去不去一個外地的地方 可能是需要 或者可能只不過是一個理由 去令你自己... 放假